玉里中城国小网球队参加了113年花莲县县长杯网球赛 取得优异的成绩分别拿下了个人赛的冠亚军以及团体赛亚军 玉里中城国小网球队参加113年花莲县县长杯网球赛 在个人赛分别永夺三年级男生组冠亚冀军以及四年级男生组的冠亚军 在团体赛中也荣获男生A组亚军战绩非常突出 县长杯拿到第二名亚军 在打球队利下基本动作然后去外地比赛拿到成绩 我妈以前在店然后她就把我带来 然后我就越打越有兴趣 第一中年级算强度很强 我们这一次县长杯的话我们都是三年级 二年级三年级去打五六年级 我们很难得Boss上就是用第一年级中年级去打 去打这些县长杯获得同比赛的第二名 而且我们的AV队都是分组冠军的姿态进入决赛 中成国小网球队已经成立18年 期间培育出许多优秀的网球好手 并在各类大型赛事中屡获夹击 甚至有孩子成为了职业网球选手 但在长期训练以及比赛中 许多经费支出对家长及教练来说负担很重 非常希望各界能够提供更多资源协助 除了住宿我们一定会比赢的越赢就住越多天 然后我们就会花越多 然后还有小朋友吃饭 然后还有报名费教练费 对其实也不敢细算一趟下来 到底花了多少钱 那当然就是感谢县府的经费资源 但是我们家长常常反映就是说 对外的比赛 不管是交通住宿还有设备的采购上 还是需要外界的各界的资源 所以不管是公家还是民间企业 欢迎可以做一个经费的益助 网球队除了每天下午在学校训练外 晚间更在网球场进行 宣长杯能够拿出优异成绩 小队员希望继续取得更加耀眼的成绩 为家乡带来更多的光荣和喜悦 记者高雄双域正采访报道